他在整件旺角暴動的事件 他不是一個一般的參與者 他用一個打著選舉遊行的旗號 去召集他的支持者 導致那個暴動發生 在波蘭街暴動罪未達成一效裁決 我們歡迎律政司署要求重審 至於煽惑暴動罪這方面 罪名未能成立 我們都要求律政司署研究要去上訴 很多市民都難以理解 為何梁天琦這個主角 在煽惑暴動罪未能聚成 梁天琦他自己都承認了 當日在旺角的選舉遊行是他策劃的 當日鼓動一些人去旺角聚集 也是他自己在網上發動呼籲的 所以整件事大家都看到 他明顯是一個策劃人 我們覺得法庭必須有一個清晰的裁決 讓社會有一個信號 我們社會絕對不能接受暴動 或是煽惑暴動這種做法 梁天琦的政治主張不但違法違憲 更加在行動過程中 涉及大量的暴力 大家都記得在旺角暴亂裡 有近百名警察受傷 也有記者受傷 法庭要有一個符合公眾利益 公眾期望的裁決 而且大家都知道 梁天琦發動這次暴動 其實亦都導致了一些年輕人 受到他的影響 疏敗之下參與了暴動 他們都負上了一些沉重的代價 我覺得這方面 他自己不能夠消耀法外 我想他應該要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 敬礫之下